大家好 我是清田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大概去年11月份檢的君子蘭 當初它的葉片都是很黃的 我也是第一次養這個君子蘭 今天給大家看一下它已經成活了 看這一片葉片長得很好 我來講一下我是怎麼把它養活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這個是新長出來 這種比較粗的這種七層根 它的根是這種跟蘭花的根有點相似 就是這種肉質根 你看包括這個下面 這個地方它也開始冒出新根了 我當時養法很簡單 裡面這個是細紗 這個細紗 這樣子做主要就是把它的根給逼出來 當初那種空的老根都有給它修剪掉 剛開始沒有澆水 大半個月之後呢 我就有給它澆透過一次水 後面也就沒有再澆水了 因為像細紗呢它也有一定的保水作用 像這種呢 一開始我們修剪根之後呢 如果我們擔心它傷口會乾了 我們可以亮下根 或者是用柳樹枝多菌靈 兩個選一個 給它浸泡半個小時左右 殺下菌 還有呢就是可以促進它根系的生長 看我這個地方呢 它又開始冒出來了新的小根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細紗裡面 等到它的根系呢被逼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正常的養護了 因為呢 君子蘭它的根系跟我們的蘭花的那種根呢 是比較相似的 也是屬於那種鹿子根 所以呢 對土壤一定要疏鬆透氣 不積水 這樣子呢是有利於它生長的 嗯 現在是已經就活了 我是每天分享養花小子吃的清淺 如果喜歡我記得點贊 收藏轉發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 拜拜